马云联合国的身份引起的群潮和美国的合作影响特别的巨大 曹德旺的点评更是直击他的痛点 那么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支持马云的行为吗 如果你不支持的话 请在评论区打上不支持三个字 要知道马云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而且他的所作所为也会引起绝大多数人的关注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很多人都会把目标全部都盯在马云的身上 因为大家都觉得马云很有可能会成为我们万众瞩目的焦点 其实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马云曾经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太多的美好 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太多的伤害 在他的身上有非常大的争议性 最近一段时间里面马云再一次登上了热搜 然后这一次他之所以上排行榜 就是因为他在联合国上面的神秘身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阿里巴巴把他们的财报给公布出来了 看到了这个财报之后 他们也感到非常的惊讶 原来马云已经开始消失在他们的股东名单当中 也就意味着马云很早之前就已经把他的股票给大量的抛售了 那么马云为什么要抛售他的大量股票呢 很多人认为 其实马云最主要的想法就是想要套现走人 要知道 马云虽然他的股份开始大幅的降低 但是他们曾经已经主力有一个委员会 所以在这个委员会里面 他们能够很好的去控制住阿里巴巴的未来发展 虽然马云已经彻底的退出了这样一个工作岗位当中 但是不会对他造成重大的影响 只要阿里巴巴需要的时候 马云也能够通过自己的方式更好的去决定阿里巴巴的未来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马云和蔡重信的人都拥有属于这个投票选择权 他们特别渴望能够更好的去掌握自己的空间 只要企业的发展不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他们也不会做出过多的干涉 可是企业如果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他们的发展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他们的选择也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马云不仅仅在我们国内拥有着非常特殊的身份 他在联合国里面也拥有着非常特殊的身份 而且他在联合国里面还有三个头衔 这三个头衔能够很好地去改变他的命运 那么马云在联合国里面到底有哪三个头衔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自身份 是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主席 听到了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感到非常的惊讶 原来还能够在这个地方当一个主席 至于这个工作到底是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知道 至少绝大多数的人不知道 而且很多人可能也是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一个位置 要知道马云还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倡导者 要知道马云本来就是特别注重我们的可持续发展 这一点我们还是能够理解的 在第三个方面 马云是联合国青年创业顾问 也就是说那些年轻的小伙伴 如果想要成功创业的话 可以寻求马云来帮助 所以马云能够给出一个非常好的指导 其实对于他而言 能够很好地去指导我们的年轻人 去改变我们的命运 因为我们的年轻人其实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如果能够得到满意的直接帮助 至少他们能够避开绝大多数的坑 能够让他们快速地去迎来一个全新的变化 同时也能够让他们真正地去拥抱他们的明天 虽然这些名字听起来非常的花里胡哨 但是对于马云而言 它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能够更好地去联合国站稳脚跟 只要自己身上的头衔越来越多 那么自己拿出去的身份也越多 这对于自己来说也是有很大的好处 这些身份听起来好像非常的难懂 但是这些身份至少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要知道从前的马云可以说是非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 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小姑娘 他们直接亲切地称呼马云为马爸爸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马云愿意在自己的平台当中 给他们借到更多的钱 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做到提前消费 也能够很好地做到超前消费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们确实是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 要知道马云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 至少在早些年的时候他成功地创立了阿里巴巴 并且帮助阿里巴巴做大做强 然后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一点 虽然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 马云的口碑正在大幅度地降低 但是我们不能够否定他曾经所经历过的一切 我们也不能够否定他曾经拥有的美好 阿里巴巴的名气之所以能够闻名于世界 其实也是因为他们的优秀所导致的 如果他们不够优秀 其实他们也不可能会得到世界的认可 不过随着人们对马云的了解越来越深入 大家发现原来马云和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 他并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 他只不过是一个彻头彻武的资本家而已 他只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企业赚到更多的钱 在前一段时间里面 湖畔大学的事情也是闹得沸沸扬扬 自从湖畔大学被取消之后 我们终于能够看到这背后的真相 同时也能够让我们真正地去明白 马云的野心有多么的大 他只不过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资本聚集到一起 这样就能够让他更好地去发展他的空间 同时能够让他拥抱更多美好的未来 他的想法倒是非常的天真 不过后来随着马云的发展开始不断地壮大之后 他特别渴望能够成功地进入到外面的世界 他开始和美国展开非常深入的合作 要知道马云在最开始的时候 其实也是尝试着进入到美国的市场 因为他觉得美国的市场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们也是非常深入地去沟通和了解 可是美国的市场根本就不欢迎阿里巴巴的到来 因为他们认为支付宝一旦进入到美国的市场 就会给他们的市场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 马云早就已经放弃了这样一个念头 可是在近期的情况来看 这个事情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变化 那就是马云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沟通之后 终于能够很好地去达成一个有效的合作 他们和摩根大通进行了细致的沟通 也就意味着马云的这个企业 很有可能会通过摩根大通顺利地进入到美国的市场 这意味着 其实双方能够实现更好的共赢 如果这个目的一定能够实现的话 那么马云能够把他们的支付宝推向美国 而且能够让美国的老百姓 真正地使用到蚂蚁金服的优惠 并且能够给他们赚来更多的利润和空间 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去帮助他们扩展市场 而美国方面也会获得很大的好处 要知道 一旦阿里巴巴能够成功地进入到美国的市场 那就意味着 他们能够在市场当中成功地去购买我们的产品 能够通过这个渠道在我们的淘宝 以及我们的天猫上面 获得他们想要的订单 他们现在已经处在一个物价通胀的一个状况当中 所以他们特别渴望能够真正地去改变他们老百姓的命运 如果他们能够从其他国家里面购买到更多的资源 那么他们的压力也能够得到更好的缓解 所以他们打通了这个通道之后 他们也能够轻松地享受属于他们的自由生活 让他们能够真正地去拥抱他们的明天 同时也能够更好的去掌握他们的节奏 所以从表面上来看的话 这确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结果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的话 只不过是马云继续扩展他道路的一个选择而已 其实曹德旺的评价很早之前就已经证明了这背后的一个情况 要知道资本家都是有着资本家的嘴脸 如果一个人对于钱不感兴趣的话 都应该好好的去服务于我们的社会 其实曹德旺是非常清楚我们的企业家 应该是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精神 我们在赚钱的时候就应该好好的去分享一下 违背我们的社会 当我们能够拥有足够多的人脉和地位之后 社会也特别需要我们 所以曹德旺真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企业家 他在赚到了足够多的钱之后 想尽办法的来回馈我们的国家 可是马云就不一样了 马云在赚到钱之后 总是想尽办法的往外面跑 表面上来看 马云好像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企业家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的话 他只不过是一个长有资本疗牙的资本家 相信马云的未来应该会受到更多人的唾弃 虽然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结果 我们也希望马云能够真正的 去成为一个顶尖级的企业家 但是实际情况和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虽然他的头上有非常多的头衔 但是这些头衔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看官队子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这里是大佬探长 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